至於焦點只要來看到是桃園寶大遠景 當時巡邏時就發現這輛自小客車是紅燈微停 立刻上前攔查 沒想到對方油門一踩是加速投意 擺明很心虛 而警方最後是破窗逮人 果然在車子裡頭發現毒拼 黑色自小客車停等紅燈 微停在機車停等區 眼見遠景上前盤查 心虛加速落跑 途中闖不過停等紅燈的車輛被擋住去路 警方見狀下車衝上前 朝嫌犯車輛破窗逮人 陶原警方15號在中壢巡邏 經過中華路一段跟文化二路路口 停等紅燈時發現 當場逮捕四個人 同時在車內搜出 安非他命 海洛因等毒品 一 違反毒品危害防治罪送辦 航警在嵩山機場也當場逮捕一名取款車手 14號接過民眾報案 可能遭遇詐騙 原來男子是透過社交軟體認識了一名女子 對方說雙十國慶要來台旅遊 12號卻接過電話 說是因為攜帶超額現金被改官扣留 要他幫忙支付1200元的美金罰款 男子懷疑碰上詐騙報警 相約取款 當場被逮 新竹也發生類似案件 10號詐騙集團車手跟民眾相約面膠背帶 假投資真詐騙 詐騙集團匡騙民眾下載投資平台 投入款項就可以獲利 民眾匯款9筆 金額超過900萬 準備支付佣金時發掘受騙 全案一詐欺以及洗錢防治法送辦 擴大追查 記者綜合報導